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樹齡 有馬二 贏者 何馬仔 鏡花先生 今季新回來講的話 除了我說第一套之外 其他我大體上都不是很正經的 不要說得那麼不專業 應該說我會一直都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會 從另類角度去看作品 多角度思考 沒錯 你這個都是要多層次的 雖然那套動畫都跟你講 究竟每個人都有同一個想法 還是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才是好的呢 都是他在問的一個問題 唯獨第一套我會很正經的 為什麼你要強調自己很正經 應該說我很難用另類角度去看這套作品 你想用什麼角度去看這套 我給你講 好 我們第一套講的就是 用很少的經費就是創出了很好的成績 延續這個威勢 就帶來有第二季的作品 Guardman Klaus的Inside 最搞笑的當然是 作為宣傳用的一套動畫 那套真人電影就爆死了 但這套動畫反而紅了 就可以做第二季 你明白拍一本仔 拍一些真人版的特色片都好像 人家那些是什麼 人家現在是CG年代的電影 已經很大規模製作 你不能這樣說他 開播前就報了零集 零集最主要就是接觸二季和一季之間的小章節 其實零集基本上講的就是 有小許的回顧第一季為面 第一季講過的是什麼 還有一個小小的事件 就是第二季裏面 將一個組織 那個No Crowds的組織 嘗試暗殺我們的手上 即是其中一個第一季出現的角色 但被Gutcherman和類類 搞念了他 這個Shirt Show 究竟是一個角色的能力 給你review一次 還有一些難得的打氣去看 也是這個零類第一次去變身的畫面 我記得OP零類可以變身 但我的動畫還沒看到 但很多人都認為 零類的造型是不錯的 我覺得零類的造型挺好看的 零類的造型 零類的英氣 但零類沒有戰鬥力 那人家是做這個 電子戰 他是傳送型 基本上是開傳送門 給那些Gutcherman 進去飛機裡 他做的事情 還有人家很厲害 人家的電子戰可以放一些 cloud出來打人 我覺得這個更厲害 那些cloud就是真人機會 召喚師 召喚師 由二季 第一集開始 其實他會延續第一季的世界觀 延續下去 所有人 成為英雄 就可以使用Karls的能力 去幫助其他人 Gutcherman 就是已經 已經是一集語 還是 Gutcherman 各自叫做什麼 其實他第一集中 主要是 他們公開了身份 以及解決了第一季的事件 之後 各人的路向都不同 人家當然是新光頸美 O.D. 就成為了 綜藝明星 綜藝藝人 批牌就成為 一個 寶姆 吉祥物 真的寶姆 不要覺得這麼低 不是紅貓 吉祥物 最害怕的一件事 是阿青 竟然變成了一個花花公子 人生的贏家 人生的贏家 成為了一個很受歡迎 在設定上 他是一個英俊 沒錯 也因為在第一季 被這個象變成大人 所以他也覺醒了 阿象就因為 什麼原因 成為了市長秘書 他本來是公務員 沒事的 升級而已 他可能立了公 老實說 你是市長 你的秘書要幫你跟進 萬一有人對你不利 你身邊如果有吉祥物在你身邊的話 是不是安全很多 雖然那個市長 是沒什麼出過場 但我經常覺得那個市長 是最厲害的 因為他籠絡了吉祥物 他還玩手機投票 最後令自己高票連任 我覺得完全是他的計謀 劇本都寫了 政治的東西 你怎麼那麼容易玩 相比之下 所以小初發言最沒有怎樣變 他一向都命起高企 當然他最大的變化就是空母 最沒有變化的那個是小燕 小燕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你也知道他國性不是那種 沒事的 就覺得沒變的 其實一季裡面 那個故事帶動出來 就是所有人 你可以說升華了 就是他們進步了 開始就是 你說吉祥命的每一元 其實這個是一季帶下來的結果 二季其實現在似乎 有人想打破這個現狀 或者應該說社會因為吉祥命的事件 好像就用這個類類的說法 就是升級了 升級了 每個人都有他的能力 去嘗試做一個社會的一員 去保護這個社會 當然其實某種意義上 開頭的事件 很正面面對 對方說 甚至人類好像升級了 但其實依然會有人嘗試用Klaus 就算不是紅色的 低Klaus的人 都有些人可能會不小心做一些錯事 所以其實Klaus的支持率 其實一直都是有飄移的 事實上我印象中 記得在第一季的最後一幕 都是手上有一個記者問他 他說越來越多Klaus 發生了這些事件 你會不會用這個管制的Klaus 其實這個一直都是第一季 流下來的一個尾巴 或者他沒有去完全說 這個世界從此就變得很美好了 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你想回第一季出現的故事 Klaus那裡都有兩個方針 由這個類類的一邊 覺得是要這個一定的人詞 有一個是用這個Klaus的暴力抗爭 都是兩個方針 結婚現實也是這樣的 你沒有可能要一個社會統一的意見 有些人贊成人反對面在中間派 永遠是兩邊走 現在那個Case 叫做Klaus的能力 你可以影射為 現實中美國 槍械和法化 每個人都可以大唱之外出街 最初的原意就是保護他人 或者保護自己 但是總會有人拿來 去拿來犯事 因為太容易獲得了 就是這種力量 我下載這個APP就可以了 要做會員的 那些伯伯不會做會員的 那現在正常有人監獄 你說 有人說 這支就是點300 阿婆 日子彈就是這樣的 一下子拉個雞 一下子就死了 是這樣的方式 很容易獲得力量 但是調威的地方就是 這一季其中一個新角色 很多新角色 我先過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 這個Low Klaus的團隊 有一個人 他有一個紅色的Klaus 而他視為這個Klaus的力量 是一個帶來世界的危害 因為這個人 是沒有一個真名的智慧去管制自己 如何使用 他用猴子去形容人類 沒錯 未進化人類 Klaus不是危害 Klaus的力量很厲害 但問題是一定是 給我們少數人用 不能全部人用 他不是少數人用 那個設定來說 他自己的半輪 應該是生貓給他的 因為生貓都有抽取鹿的能力 其實就是 他這個人 一直在一季裡沒有出場 其實他為什麼不出場 就是因為 他覺得 因為他跟雷 是有相同能力 都可以 給人去賦予Klaus的能力 而他覺得 這種能力 是不應該被人類使用 其實都很明顯是一個 做雷類的對立面 一來就是他那句口頭閃 猴子 雷類一直都說 人類是要進化的 猴子就是沒有進化 正正正是相反了 即他覺得 人類是不應該持有 一些 因為這班猴子 是不應該持有 這種力量 這種力量 是不適合他們的 但最諷刺的一件事 其實一開始的雷類 都是這樣想到 差不多 他有給一班人 用Klaus 但他不准所有人用Klaus 其實都是 他是希望借助Klaus的能力 去協助 應該說 去提升人類 但是 另外 LowKlaus那邊 那位人 正在相反就說 他覺得這種能力 是不應該出現 不是 即是這樣 第一季類就是 我會給手手用 但不是 我部首班 首先給我一批 我覺得順利用著 逐步推我出去 但對面Klaus 就不是 因為全部都不用 即是你沒有能力 你應該不用用 兩種不同的看法 但他們兩個看法 有重疊的空間 所以 為何也是第二集 他講了一大堆 他覺得Klaus 會比上人用的論點 其實 是反駁不了太多 因為他心底裡 其實也有這樣的掙扎 其實上個月 因為被人吃了才會這樣做 如果沒有吃了 可能他有按部罩包的時間表 總之 可能個十年八年 都可以 那些粒子化的自由 療療室的 都可以 都可以 一起用 這裡暫時的橋段 在兩集裡 其實未講得太多 這個位置 反而你說 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在現在兩集裡 就是 新的外星人 到尾沙 就認識人 一個人 一個人 不用分了 因為其實他現在代表了 這套東西裡面 那個符號 到底代表什麼 他的能力 可以令到 每個人頭上 多一個bubble 大家覺得那個bubble 其實是反映什麼 我會覺得 是反映那個人的 心理狀態 那個情緒 最深層次 內心最真實 應該是 我會比較簡單 那個情緒 至少我看到的就是 他就是希望每個人 都有同一個開心的情緒 我一直說 他就是 他有一些位置 就是大家有爭拗 有這個 婚爭的時候 他就不開心 他就會用一些方法 去令到所有人 都變得開心 這個也是他 甚至看到很多畫面 就是有些人有疑惑 有些人看到 新聞裡面播了一些畫面 很不開心 令到他 他就會有一個bub 有轉顏色 但有些人的頭部 都是灰色的 你留心的話 你說灰色其實只有兩個 就是阿爺和小初 兩個的角色 其實是這兩個角色 會出現這類型 我會 其實差不多 跟鏡頭想 其實他 是代表了內在的情緒反應 我覺得不像是想法 或者什麼 其實想法 沒有很少 就是一句話 其實就可以影響到你 其實是 那種就是 對當時環境的情緒反應 因為我怎麼會暫時去解讀這件事 未必是對的 我覺得 就是因為 阿初作為一個神的角色 他覺得說 這個世界一切都盡在學長 之中 沒有東西是嚇得到我的 而阿爺就說 跟我的人生經驗 外星人的東西 怕什麼鬼 拍什麼相片 那個聲音是多鬼魚 你幫我兒子 事實未見過 某種意義上 你要是解讀了 那個bubble 是什麼意思呢 那其實你就會 可以解讀到 op裡面 所有bubble 那個的意思 是代表什麼 我想就可以推斷到 就是這套 其實現在 inside 這套東西裡面 究竟是想說什麼 如果說bubble的話 我最記得那個畫面是 有一幕是小初 那個op有一個cut 然後他把所有bubble 注射在顏色之後 變成灰色 然後他被所有bubble 圍著自己 淹沒了畫面 而那個畫面 是夾著 下一個 應該是 政府支持度裡面 那個圓圈 所有的政府支持度 都變成反對 但是一下子 絕了顏色 本身在Gachamere Caos 那裡 他第一個意思是群眾 其實在第一季 在講群眾的力量 其實是 沒錯 他加了inside inside的字 你可以解釋 洞察力 或者是 內散力 其實這個 你怎樣去看 你是不是隨波逐流 我甚至會覺得這樣 因為其實你看到 很多人在第一日二集裡面 有bubble的時候 很多人是被人一句說話 就影響到 未必是想法 但是情緒 你的情緒可能影響到 你的想法會編了 你可能不是這樣想 你可能坐定了個人 就想想其實不是 但你可能當時覺得 嘩 革命 我要革命 就可能真的會這樣 那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暫時 我都未肯定 其實 如果我這樣看OP 那個位置 會似是 Lowcast那邊的人 成功影響到大眾 對Gachamere的看法 然後 可能集中火力 對Gachamere的角色 就是 反對他們 變成 用阿初這個角色 就是我們反對他 然後就淹沒了 用群眾的力量淹沒了Gachamere 我覺得可能走向是這樣 當然我純粹有看到兩隻有限的解讀 這個是我 但是我會覺得 究竟人群眾應該 大家有相同的想法去團結 還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都會是其中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他會想討論的重點 因為其實 由第一季開始 一直都在說這一點 由這個小初 因為他跟淚淚說 淚淚覺得這個世界是沒有英雄的 所有人都有一個力量 都會覺得 不行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是可以成為他的英雄 用他的方法去改變 到群眾是怎樣去帶動 去令他做一件好事 之後他就是靠這個 玩遊戲的方法 去將這個世界裡面 一些做善恨的東西 遊戲化了 推動了群眾 出去用Cloud 去幫人 打贏了Gachamere 因為Gachamere 是把人類的醜惡面 去調出來 但他就用善心的面 去影響他們 一個人的心是可以 煽動 用了差的字 可以這樣說 或是可以去帶動 或是說 這也是Gachamere 在說的東西 我有大件事看 有人在說 三八八排他講過 這次世界裡面的地球 會有什麼 他去過之前的星球 會有關的 這個海星人的地球 是一個俗眾大使 將人類升級的 但就是說 你看到之前 你之前有個卡牌 會更新人類 但可能失敗或成功 或者可能終端 可能有一個新的機會 給你 我會升人的地球 我會直接幫你升級 你想選擇要嗎 可能會這樣 可能會這樣 你想用卡屋一百年、一千年多元升級 還是一次即時升級? 其實有馬和鏡花 你們都看到一件事 群眾說每個人的意志是不同的 我們可能在某些事上我們的看法是一致 但不會是我們所有的看法都是一致 所謂個人意志 你會有一個獨立的意志 其實你會看到 Piper一直所說的那種和平 其實為什麼他會認同新的外星人呢? 你聽Piper說過一句話 那個外星人經過的星球 是再沒有紛爭 是再沒有任何的罪惡事件發生 其實我覺得是衍生的一件事 一個人怎樣的民族 才會沒有紛爭? 和諧民族 死了就沒有紛爭 他們是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沒錯 一個和諧民族 總之說 這樣對嗎? 去咯我們 他們不會覺得去判斷 你說人類的進步 其實大部分是在於 我們有鬥爭本能 我們要在不同時有分歧 我們會發掘 我們有好奇心 但這些其實 說的是一個二元性對立的東西 但聽Piper說的那句話 尤其是外星人說的一句話的時候 突然間所有人的bubble都變了 我甚至覺得是有點洗腦的意味 你看到他 他現在看得出頭上的灰色 為什麼我改變不了你的呢? 對 然後告訴你 好像奸角的樣子 然後告訴你 你太天真了 我作為一個神的角色 你這麼容易洗到我 你看到我 真是雙GL了 已經很窄了 你看到別人的tablet 那裏出現了一個畫面 就是有選舉 他們有投票 那裏其中一個按鈕寫著 一切都交給外星人 然後就按了 有一個這樣的畫面 所以我看到這幾個位置 其實覺得 外星人其實是類似 我們看動畫 一些可能是外星侵略者 為什麼這麼團結 因為他們是一個共同意志 所有人都在分享 用同一個共同意志思考 其他人只是再看 他實行這個意志 所下達的指令 而我覺得 他這個外星人 為什麼說沒有分析 我就是統一他們 所有人只有一個意志去想 當然不會有人有反抗 但是 大家都知道 人類不是一種這樣的生物 要不然就沒有故事做 一開始說的就是這樣 有衝突 就算大家都有Cloud 有一派覺得可以從內部改革 用和平的手段 有一派覺得可以用暴力抗爭 這個從來都是人類會有的爭拗 由一開始到現在 每一次的社會抗爭 都是出於這個程度 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不可以定義 一個共同意志一定是錯的 如果別人願意的話 你好像 天圓突破的反螺旋 我們共同意志 就是為了守護這個宇宙的和平 所以我們全部人一起封印在自己 然後就是要打擊其他的螺旋 其實他們有一個統一意志 他們的出發點是善的 對應在不同的情況下 他可能就會變成我們眼中的惡 所以我覺得外星人 其實似乎是在走這個路 還有我也很深刻 有一幕就是 一開始外星人 令人調教他的心情 和小初 令人放鬆的方法 有點不一樣 雖然我不太記得細節 但他的做法 令人一下子就覺得 這件事很好 小初一開始 看到他有什麼 很緊張的時候 他就是先和他問好 放過他那隻 好像柳繼昔那樣的公仔 出來和他玩包子特 他們都會覺得 好像什麼事發生的 會緩和別人 因為你看到的 外星人是一次過 令到所有人的bubble 的顏色 是轉了成同一個顏色 初做的做法 其實是每個人對那個看法 他沒有強行去影響到 你一定要這樣想 你依然是可以這樣 他只是說 我提出了一個路標給你 這就是一個方向 你可以去怎樣看 但他沒有說 請你接受他 你一定要接受他 你不接受他 你不接受他 你就是不對 他也是抱以理解心情的 例如可以說少少 那個新角色 即是新的吉祥 你還沒說過 不要緊 很慘 我想說的 例如最後第二集 那裏就是說 Chubasa不聽指示 都是一個粉絨 就拿一個熱火筒 去射那些紅色的Cloud 最後出了一個壞的結果 就是少少壞的結果 這個小初 也不是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你聽我的做法去做 而是說 我明白 人是有那一刻 會去想一想去做 你對比 這個其實要對比 可能沒看過第一季 因為第一季裏面 就是 青蔭對阿湊開流時 他有個強行說 你搞什麼 你 即是說吉澤明 不是做這些事情 但小初就是作為 朱巴沙的指導 他指導的 他不是指導他 如何成為吉澤明 其實 這個指引對他來說 他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指導就是指導他 為何成為一個人 其實我們都不得不提 一個在第一集之後 都沒有什麼存在的角色 在第二季第一集 就立刻刷存在感的 JJ 這裡其實他說了 JJ在第一季 就說 阿湊 就是拯救第一季故事 的刷新人物 他這裡 就說第二季 就是拯救 可以關鍵解決第二季事件的人 就在朱巴沙身上 當然朱巴沙的角色 當然朱巴沙的角色 就不是一個 好像阿湊 一個神人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兩個神在 你會很溫暖 不是 他是一個正常的女子高中生 我都會說他是 JJ的口味榮軒 你偏向越來越喜歡女子高中生 他每一個街心角色 都是這樣的人 你都看到在清音手機上 看到 又是女兒 不想要 是不是 這個 可能沒看過小說 因為他之後有出過小說版 沒錯 其實他是有解釋 為何清音這麼害怕 這麼害怕 是又來多個女兒的 因為現在是小錯的變態行為 帶來的後遺症 他變態行為只是偷看日記 那我應該要爭取主動 要做朱巴沙的師傅 你交給阿湊照顧 一教一教 你一個阿湊怎麼辦 當然我們未知道 朱巴沙究竟的功能是什麼 其實 這個我未解錄到 因為未在他的行為特質上 可以看到什麼端泥出來 我暫時 反而是最普通 就是一個很正常出現的 一個 那個年紀的女子 會有的 他連變身都變得到 你看到第一季 第一季 初變身有一個剪刀 剪刀有意思 但是他今季 他連變都變得到新的話 他想看到什麼 他有那個 最重要的是什麼 浮躁和衝動 一開始一個年輕人 會出現的情況 反而在這方面的情況之下 我是有一點點擔心 真的很多角色 我發覺是第二季 因為你這三個新角色 有兩個勢力出來了 外星人 但這樣說 至少其實我現在 在個個案 其實我單從動畫裡面 我還能解讀到 他跟第一季的套路一樣 他裡面有很多符號 很多東西 但是 你不管任何符號都沒有所謂 你當一套 有一個新英雄單身 表面這樣看 其實你覺得 都很有趣 我想一直都是那個套路 第一季那時候 答問大問題 中間其實 夾了很多細問題出來 你問核心中心 英雄是什麼 但其實 怎樣為之英雄 是否人都可以做英雄 這個世界需要英雄 究竟我們網絡上面 現在有社交網絡 究竟我們是否在做一個 英雄的行為 其實它中間 是夾了很多細問題出來 我會想知道今季的大問題是什麼 我會逐個去理解 最後一條鋪出來 一個他覺得的 不要說解答的 他給的一些想法出來討論 我也不覺得第一季 給我完全的答案 甚至 當然 那個bubble 那裡 我最後說 那個bubble 唯一兩個灰色 因為其實 這個當然是我看了小說之後 我根據這個劇情 我有一些這樣的猜測 因為其實在小說 精靈的一季之間 這個小說 其實小初的說話雜關 其實是改變了 其實它這裡 也說到灰色的bubble 我可能有個意味 是不是死的意味 因為其實 爺爺都一百歲 隨時兩腳一生 不奇 但是 因為 小初 我在小說那裡看到 其實 它困著三馬 其實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沒錯 但是 究竟會不會影響生命 不知道 但是看到兩個灰色的bubble 其實我覺得 它是不是 有生和死的意味 其實那個bubble有代表 當然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但是看上去好像因為多久 你看到我阿婆頭上都不是灰色的 我覺得不一定是生和死的 時候未到 嘩 特別老 九十幾歲 一百歲 可能人家未老才知道 我五十幾歲 阿婆你也奏我屎 而且阿爺真的九十幾歲 所以一百歲 一百歲 對不起我說錯了 所以 所以 不是太清楚 但是 整體上而言 我暫時看了 你說這兩集 你能夠觀察到 我看《一季家集人命》裡面 我想要的期望 裡面有很多的負荷 當然 我說 隨心的發掘這些 但至少你不發掘 你不會看不明白 故事在說什麼 我會說 有討論的趣味裡面 當你去研究這些 去思考這些東西 有更加多的價錢 他的符號 你可以理可以不理 所以我覺得 整體上暫時 好的作品 是很難用另類觀點去說的 沒錯 當然我希望他不要再貴地 我監督就不用再 貴地 他沒有資金 我相信 這次應該多些錢 這次應該多些資金 貴得容易 可能我怕他做一個集數 我們說不及 有兩集多出來 你會看到 即使這套作品 表明已經說 資金已經充足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他的作畫 用上外風格 沒有變回 還有就是 就像OP裡面 可能你慢鏡慢慢看 這套是唯一看OP 看得很仔細的人 我已經看得很仔細的人 你之前是 skip OP 對 我是 skip OP 那類人 我會 看到的就是 OP通常的作畫 都不會崩到那裡 OP裡面其實 你看到角色的身體比例 其實都是崩崩地的 沒有 那他那時候是玩實景配作畫 我只是那個角色的角色 OK 暫時 看動畫的OP裡面 和零集裡面 其實看到的就是 做到一件事 我覺得我頗喜歡的 就是每個吉塵命 的戰鬥風格 這些是很多動畫 你看到就是 每個都是一閃流 那套動畫是一閃流 每個都是一閃流 那套動畫 拳頭家打得好 但是這套就 打得好 但是你不會看到分別 拳頭很重 或者它是速度型 它是力量型 但是這套暫時 戰鬥來說 起碼他們變身之後 他們的戰鬥風格 其實是看得出的 但仍然戰鬥不是重點 我也是那句 你不想去理解背後的 symbol 的話 純粹是一套英雄片去看 那沒問題的 至少他給了那個官能刺激 但我會建議 不要用當作打片去看 因為你會發覺 一閃流那麼少打 因為真的不是很 我會答你 這樣想 我會說 不過是型的 這角色的設計是挺漂亮的 還有正如你說 就是每一個角色有它的特色 那一個很重要 戰鬥特色 我還是記得 例如青是一閃流的斬刀 當阿將是玩火的 那樣 將是力量型 對 還有傳統英雄的眼蝦震 是不斷打的 對 小初是玩了一個剪刀 他是叫做技巧型 對 但是你看到 小元那種就是突進型 其實小元那種是一隻手伸出去 O.D.是MAC型 O.D.是開什麼炮的 O.D.是不能夠再給他的角色 他是出了王牌來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需要跟地球來接觸一下 不然地球會出事 其實他是最危險的角色 所以整套叫做二季 現在看下去的感覺 當然你說未看過 未接觸過一季的人 看二季的人 其實吃力很吃力 我會建議看第一季 很吃力 看第一季的話 其實你看第一二集 都可能很吃力 因為全部的話題 都是延續回第一季的事情 我覺得幾乎是 現在叫做 他是在打破第一季 設定下來的局 他自己再去製造一個 想要去製造一個新的局面 或者叫做什麼 真的進化了 人類可以叫做什麼 去到什麼地步 去到什麼地步 是有這個期待的 他是想說到什麼 根據第一季的王者 對第二季真的有極大的期待 在這方面 這一套動畫 我們就到這裡 接著就是 靈女觀點節目遊戲 接下來的節目 事靈的一切觀點和本節目 是無關的 都是個人獨斷 都是個人獨斷 對 都是個人獨斷 對 我們這一套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繼續 到